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種說法就是人的生命有兩回 就是人要死兩回 第一回是自己的肉體不存在的時候 第二次的死亡是這個世界上 最後一個知道你的那個人 他死了 所以導致這世界上沒有人知道你是誰了 我小的時候是用水來練毛筆字的 我特別喜歡的就是寫完了那個字 看那個字慢慢地飛走 我從大自然當中剪了一塊石頭 然後我在這塊石頭上水寫日記 它慢慢地就成為了我後來的一系列的水寫的可能性 我們人生就老是記憶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去再畫一個東西寫一個東西 你想把它記住 所以我在想那我能不能畫一張畫 我還沒有畫完它 它的前面的部分已經就消失了 它不能夠真正地完整地完成一個東西 所以它一直都是在過程中 所以它一直都是在過程中 其實這個馬上就到了 就是我自己的那補充了 我爸不對我要求很嚴 在我小的時候 我覺得我爸是一個特別讓我敬重的 是無所不能的一個人 但是到我長大了呢 尤其是到這個青春期反叛的年齡 我就覺得他什麽都不懂 他小的時候可能抱過我呀 摸摸我呀 什麽我三歲的時候 我還記得他胡子扎過我 但是後來就沒有這樣的一個身體接觸的可能性 甚至連握握手啊 什麽這都沒有 所以我想我要用我的手去摸它 我也不敢 我就想到了影像 影像是看得見摸不著的影像 所以我想呢 我先用手去摸摸空氣排這只手 排完了以後 把這個影像投在他的身上 我們做完這間作品之後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我父亲 也感受到了这座桥梁的存在 之后我父亲就跟我 做了很多的这类的作品 不幸的事 我父亲2002年 他就突然心梗去世了 所以我在想 我要这辈子 如果再不用我真张的手 去抚摸他 我将没有机会 所以我做了第二次的抚摸父亲 那时候我特别悲痛的时候 因为我带有体温的手 去摸他的时候 他是冰凉的 虽然记录了 我决定这个磁带我永远不堪 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思念是那样的沉重 是那样的深厚 是那样的不能用语言去表达 你觉得这思路怎么样 可以 可以 那不行 这就这样 行是吧 那可以呢 咱们就 你是想让爸妈妈加上你啊 还是咱怎么商量 还是抽签 谁在这儿 平均一点 我觉得就对 公平一点 抽签吧 随机性高一点比较有意思 真的啊 真的啊 他想抽签 谁在前头 一二三 行啊 行啊 那你做一个签 那你去做签去吧 你去做签 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 真的特别幸运的一件事 就是认识了尹秀珍 然后能跟她在一起 然后这待了三十多年 所以我们两个 就是像筷子 相互之间 相互支撑 你那放那后边 你比我高了 我定的也高了 所以我说放你后 那不合适 所以你是有点 蓄谋依静活活看的 是 其实我觉得做展览 是对快到的一个纪念 最早那是一起来做东西 但后来发展成 自己做自己保密的那种 但是有一个主题 同样的那个尺寸 11年 我们做了上一次的这个合作 那一次呢 带着女儿去看 然后她就特别的新奇 她说 你们俩这合作特别好 她说我能不能参加 然后我说呢 这世界上这筷子都是两只 那你怎么参加 她说那为什么不能有第三只筷 然后这句话其实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 在那一次呢 我做了一个叫做遥控器 我想我做一个看上去 好像是可以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器 但同时 它又是一个无用的东西 因为孩子 他有他自己的道路 这一次呢 我快到已经十八岁了 然后我们说那你要也觉得有意思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来 最后她给了一个字 叫生 是生活的生 生命的生 生生不息的生 生死的生 所以我们也觉得 可以从孩子给我们的一个题目 然后呢 能够去做什么 小的时候陪她玩 然后现在大了 其实也是一种玩的方式嘛 我就觉得我们三个人 应该不分年龄大小 就一直是互相学习的 他到底是不是艺术 其实对我来讲我已经不关注了 其实对我来讲我已经不关注了 而在这里头 我们相互之间有这种关系 引发的我这种思考 对我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的 生是什么 生是一直不断地发展的 那是一种不息的 是一种延续的 是一种延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